有这样一部大尺度国产电影 改编自2008年香港轰动一时的王家梅命案 这电影看起来有点压抑啊 微信提示 各位看官 胆小无看 正处于人生最美时光的花街少女小梅 被人残忍杀害了 尸体还被肢解得四分无裂 有的被冲进了下水道 头颅被扔进了河里 就连脸上的皮肤也被撕了下来 如此杀人的手法 让人是惊恐至极 到底是啥样的人 才能做出这样凶残的行为呢 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这么简单 这起杀人案背后 其实还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当警察发动权力去寻找此案的杀人犯的时候 杀人犯小丁竟然主动跑到警察局自首 他面无表情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全过程 而且他说话的语气平静到让人害怕 当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郭警官 问到他杀人动机的时候 小丁表示 是小梅让他杀死自己的 结果可想而知 小丁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郭警官看起来有些不甘心 他不明白 为啥一个花鸡少女会让陌生人杀害自己呢 于是郭警官自己对此案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 他四处走访 到小梅家询问 小梅生前的点点滴滴 这一切呀 还要从小梅刚来香港的时候说起 小梅小的时候 母亲带着姐姐改嫁到了香港 自己则跟着老人生活在东莞 她一直十分向往香港这个大城市的灯红酒绿 所以在她15岁的时候 她只剩一个人来到了这里 殊不知 她这是在往火坑里跳 小梅的母亲改嫁这个男人 是个好吃懒做的人 嫁给她就是偷她的香港户口 自从嫁过来后 小梅母亲天天起早贪黑的 尽心尽力照顾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这下小梅来了 巴掌大的地儿显得更加狭小 小梅的母亲在外受了气 回家就冲着俩孩子撒 小梅对新学校也极其不适应 她总是感觉同学们在排挤她 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压力 最终她辍学了 这个花鸡少女为了金钱 选择出卖了自己的肉体 看她是如何一步一步堕落深渊的 她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模特 看着墙上的海豹 幻想着自己以后的生活 这天她来到一家模特公司应聘 可这工作的门槛太高了 小梅很快就会刷了下来 但她却在公司里 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 就是在大街上发春淡 宣传这家模特公司 哎呀这好赖也算是离梦想近了一步 但是这点钱对她来说 简直还不够塞牙份儿的 于是她就开始琢磨在晚上兼职 在一次和同事出去的时候 她遇到了同事的朋友 同事的朋友每个人都打扮得非常漂亮 那脸上涂的粉底都跟挂大白似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圆胶这个词走进了小梅的生活 面对金钱的诱惑 小梅也学她们 化起了浓浓的妆容 开始了自己的圆胶生涯 拿着自己赚来的钱 她来到商店 买下了一对昂贵的耳环 因为在此之前 母亲送给她一副一模一样的 但是由于太过昂贵 母亲又把耳环要了回去 所以这件事 在小梅戏里一直怀恨着 尝到了甜头的小梅越陷越深 也就是从此 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更过分的是 她竟然爱上了自己的一位客人 但是大伙都能猜到 来这种地方肯定都是渣男啊 单纯的小梅就被这个渣男骗了感情 直到渣男的正牌女友出现的时候 小梅这才抿过劲来 被伤害了的她 对这个世界彻底死心了 刚结束的爱情 就这么给自己上了一课 回到家里母亲又对她唠叨 此时的小梅已经麻木了 只能终日在形形色色的男人身上 消磨着自己 这天小梅在网上冲浪 无意间结识了网友小丁 小丁是名货车司机 长得还丑性格又内向 她的童年跟小梅一样 也给她留下了可怕的阴影 在她很小的时候 承载着一家人的车 发生了车祸 母亲当场去世 父亲也因此瘫痪在床 这在小丁心里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在她懵懂无知的时候 她曾经爱上过一个女孩 只不过这个女孩是个渣女 一直吊着小丁 就是把她当成备胎养着 就是自己无聊的时候 会找小丁姐姐妹 直到有一天 她为了钱 跟着另外一个有钱人去了外国 这对真心实意的小丁内心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再加上小时候的心理阴影 小丁从此刻开始 对世界丧失了希望 而人类成为了她最痛恨的东西 凭什么我真诚待人 人却一遍一遍伤害我这么深啊 这俩人同病相连 一见面就惺惺相惜 女孩甚至还让男孩杀了自己 两个被社会抛弃的人 走到了一起 小丁和小梅就像一对知己一样 当小丁为小梅怕不怕死的时候 你猜小梅咋说 她说自己不但不怕死 甚至还有自杀的冲动 因为她被这个社会押得 实在是喘不过气来的 或许死了才是种解脱吧 小丁瞪瞪之 直接接瓜话头 说我帮你啊 而最后 她还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两人约定在现实中见面 这天 小梅按约定来到小丁的家中 见面后 两人像是遇到了 多年未见的好朋友一样 小丁先是给小梅读了一段圣经 随后就和小丁发生了关系 在欢爱的过程中 小梅开口提出了一个请求 她希望小丁能杀死自己 小丁也不知道咋想的 竟然伸出手掌 紧紧掐住了她的脖子 随着力道的加重 小梅逐渐喘起了粗气 最终小梅死在了小丁手上 她知道小梅下辈子不想再做人了 于是 她就肢解了小梅的尸体 鲜血溅得满屋子都是 还扯下了小梅的脸皮 也就是在肢解的时候 小丁发现了她肚子里的婴儿 婴儿已经成型了 她的父亲自然不知道是谁 或者小梅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 又或者她就是因为这个孩子 才选择离开世界的 不过好在她终于解脱了 而小丁也因为故意杀人 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或许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吧 这样就不必去接触讨厌的人类了 但是这种做法 各位观众可千万不要去模仿啊 因为逃避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故事的最后 郭警官站在小梅的房间里 她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形形色色的路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他们是一个个体 或许他们也有自己的种种心事 或许他们也曾被生活的重压折磨 电影到此结束 在一桩杀人案的背后 在一阵阵对杀人者的喊杀声中 其实有着比个体正义 更值得追寻的价值 那便是抚平一个社会 所默许的制度性迫害 具体到这部影片 便是社会阶层的僵化 对底层人士的默示 无论是新移民王家梅 还是老建民丁子聪 在香港这片土地上 都很难找到自己的上升空间了 而且在可期望的未来里 似乎也没有什么任何改变的可能 金钱 尊重 爱情 这些不过是主流社会的游戏 而对于身处边缘的他们 却只是奢侈的甜品 浅尝遮止 好了 我是AJ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 关注双联 我们下期再见